展某所求 展某所求 囲前四品帶到莫位 玉貓掌招 不但可以在隊伍的前面 又可以竟然建某的地形 可以限制敵方 攻擊度處於建某地形上面的地方 還能夠獲得更多的附加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了天賦的部分 他的屬性是 岩屬性,獅子、俳客 天賦的部分是 是玄鶴金雞三格內如果存在沒有滿血的單位的時候呢 這個他這邊寫的很曖昧 他說存在沒有滿血的單位是指 這個單位是指有方敵方還是雙方都算 感覺是雙方都算喔 感覺雙方都算 然後自身氣血自身除了氣血之外呢全屬性加8到15%看你的星數為止 如果是像禍用一樣 像禍用天賦一樣是不管有方敵方都算的話 那這個天賦超讚我滿喜歡的 之後如果再等到就是有那個火屬性的結界的角色的話 那他搭配自己長到這個天賦 哇那個全屬性加了很多那個攻擊力超強 然後主動攻擊 而處於友方的建牢地形的目標的時候呢 觸發追擊 然後兩個到三個內的敵方 主動攻擊之前呢 在攻擊者中心的一圈內生成建牢的地形齁 只是兩回合 那最多可以觸發兩回 呃每回合可以最多觸發兩次齁 那個建牢的部分呢 敵人無法觸發 再移動 跟自身附影的再行動 就像那個 呃 想一下 方雲 方雲的那一招 打完敵人之後可以再行動一次 然後而且暴擊率就減 減20% 這個還不錯 不過他的建牢有很多功用 除了建復之外齁 不過他天賦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所有的全屬性的這個 而且 等下問滿血的單位就可以了 這個很好觸發啊 這超好觸發的 好 再來 好 決選齁 炭海補煙 那對當個敵人造成0.7倍的傷害齁 然後這招主要應該是 以目標的中心生成這個建牢的地形 啊這個建牢的地形可以出去兩回合 然後呢 目標如果氣血低於70%的話 則這個傷害 則傷害提升到20% 那 建牢剛剛buff也講到齁 不過這個 這招好像是可以無視護衛齁 無視護衛對 這沒有特別補充 無視護衛 那 氣血路比較低的時候 可以獲得一定增生 這個是 看起來 OK 還不錯啊 如果當 這個 敵人旁邊沒有護衛的話 你想要趕快先秒他的話 像柱油 然後旁邊佔一個鐵位的話 嗯這個時候 可以靠這個 整招的這招 先把它幹掉 然後 在他的中心生成建牢的地形 OK 再來 追覺 突見西潛 從無垢 流 燕跟俠谷擔心 選一個施放 OK 好 無垢這招是 單擊技齁 1.4倍的傷害 那這招之前呢 目標處於友方的 建牢地形上 則施加10域齁 也就是有建牢之後呢 你在攻擊他的話 會施加10域的狀態 好 再來俠谷擔心齁 這個是範圍技 那這個範圍 對範圍內所有的敵人 0.5倍的傷害之外呢 可以獲得俠心的岩凱 我們看一下俠心的buff 俠心的buff是 大一氣 兩個內的友方 承受物理攻擊 OK 承受物理攻擊 就還像韓武殺的 承受 防攻攻擊一樣的buff 然後再受近戰攻擊的 最戰鬥呢 則物攻物防提高15% 而且並且發動先攻 這個就很不錯了 除了幫忙擋之外呢 而且還提升這個物攻跟物防 而且我覺得他蠻不錯的 這個戰鬥是大獎吧 好 再來 大招齁 十不一人 那無視護衛攻擊的 而無視護衛攻擊當個敵人齁 而且造成1.6倍的傷害 那對戰之前呢 可以驅散目標5個buff齁 那目標處於友方的劍牢地形之上呢 傷害提高20% 並且無法觸發散臂 OK很重要 而且還不錯欸 1.6倍之外 然後就他的天賦 的牽屬性加成 欸那真的很讚 好想要喔 這大招太帥了 這幹嘛這火之 火那個 火之神神樂 又會水之呼吸 又會鹽之呼吸 超帥 好被動齁 被動這個 煞踏 對戰中物理免傷提高18% 這看起來是必帶的 回合開始的時候 那三個人內 有威爾滿血的 有方單位的話 自爭獲得騎士齁 就移動加快 但他應該還有無方飛劍吧 呵呵呵 身為一個俠客 我會無方飛劍也是很合理的 好啦 請他那個招式就還不知道 但他開放之後就知道了 好那今天的技能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你說他值不值得抽呢 我是蠻想抽的啦 就憑他這個天賦 全屬性加成 我就很想抽了 然後劍咯 然後 他的大招 我會覺得蠻不錯的 而且又試來 好啦 那今天的情報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我訂閱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ZB點 還有GISCO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